供桌上的水果要供几个 到底是单数好还是双数好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果 究竟该如何去做才有功德 看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了 很多人认为数量越多越好 其实多不一定就好 世家牟尼教育我们 做任何事情都要手持中道 太多太少都不好 只有合适的数量才能恰到好处 一般我们在家中供水果 三五个就比较合适 太多容易吃不完造成浪费 如果供桌很大 只摆放一个供果 看起来就会不协调 不美观 所以三五个是比较合适的数量 对于水果的数量是单数好还是双数好 其实没有什么讲究 数量上不必去执着 个人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单数 并不是因为单数比双数好 而是因为单数更利于整齐的摆放 就拿苹果为例 如果你摆放两层双数 上面摆放两个 下面摆放两个 苹果不仅容易掉落 看起来也不美观 如果是单数 你上面摆放一个 下面摆放四个 这样既美观又牢固 供果并不是给菩萨吃的 而是给我们自己受用的 所以无论你供几个水果 都没有什么分别 只要利于摆放 供四个 五个 七个都可以 数量上随缘就好 不要执着 执着了数量反而是着了相 对于水果的种类 只要是新鲜前净的水果就好 尽量选择不要带有特殊气味的水果 一般像香蕉 苹果 梨等等 这些都可以选择 选择水果时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选择腐烂或者不新鲜的水果 更不能选择咬锅的水果 或是不完整的水果 供水果之前一定要把水果清洗前净 不要买回来就直接使用 水果的前净和新鲜代表的是善因和善果 我们供水果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表法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多种善因才能收获善果 水果代表的是因果 所以我们在摆放供果时 一定要生出慈悲心和恭敬心 这样你才能生出善念 善念就会影响你的行为 我们供水果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行为 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世间的因果 我们在供水果时一定要经常想到因果 并且要在生活当中多行善 少作恶 这样才能积功累得 才能真正受益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